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专家告诉我们 前面当中为你要请到最长头部 正确创分析师 钟江江好 好 星云好 全国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今天最后现货上涨了55点 全交量555亿元 那都是数字上面的巧合啦 不管怎么样 今天的急拉尾盘 是不是代表说 H是操作上很可能要转弯了呢 好的 这么说 江老师跟大家讲 市场永远是对的 要拌坏的转 真的要最后一盘给它拉出去 但是不管怎样 还是一样 江老师跟你讲 这阵子江老师是不是跟你讲 红色的K棒红色的K棒 其实你还是要偏多思考 偏多操作 对不对 好 不管怎么样 市场永远是对的 它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拉出去的 不过唯一的理由是什么 355 怎么叫555 三个5对不对 跟昨天是一样 昨天也是三个555 真是just make 那真厉害的 所以连续两天都是555的一个状况 好 那今天江老师先不跟你讲盘事 我要来跟你聊交易 因为江老师跟你讲过的 什么意思 解盘不等于交易 我要教你的是这个东西 好不好 今天把这个东西解决完之后 我再跟你聊盘事好不好 所以解盘真的不等于交易 昨天是不是跟你讲啊 过度的交易 我们一般散户会有一个毛病啊 什么毛病 还记不记得 昨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喜欢超盘的感觉 所以就会有过度的交易 另外一个如果假设你喜欢超盘的感觉 你就会有一种追高杀低的嫌疑 怎么说 今天就刚好验证了 原本今天找盘江老师还以为是个睡觉盘 其实盘中真的是睡觉盘 你也可以认同对不对 是最后一盘把它拉出去的 但是就是因为市场永远是对 下一根K棒怎么走没有人知道 但是请你记得 千万不能过度的交易 如果你过度的交易健安 老师昨天跟你说什么 解盘不等于交易 会有一个人把你的钱弄走了 就是东西 东西 我们在创造流行语 东边卖水饺的人 把你的钱全部拿走了 为什么 东西就是赌场里面的庄家 券商也好 政府也好 这边手续费也要抽 这边税金也要抽 你在那边黑白充 你觉得会不会被那个东西也冬完了 会 不赚不赔状况之下 一年你只要做三口 每一次你只要多做两趟 一年下来 江老师不是跟你算过了吗 你就光手续费跟税金 就被东角的庄家拿了三十六万 整整三十六万 这个还不算你赔钱的哦 就三十六万 有凶薄吗 有 好 一样的 这是昨天的问题 对不对 今天江老师要解决你今天的问题 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你今天的问题又是发生了什么问题 来我们看一下 我给你看一张图好不好 当你看了这张图你就知道 你就知道 江老师都希望用数字来跟你说服 说服你为什么你在操作期货的过程当中 永远都没有办法很淡定的面对这个行情 然后欧白充 你知道高低价差增加多少吗 来我们看一下 这是今天的日内走势图 如果假设你找盘给他放空 拉上去的时候空单回补改做多 掉下来的时候多单回补改做空 最尾盘又拉上去 哇 你知道被 这三趟 如果假设这样一趟五十 你今天被三趟的话就一百五十点了 我没有说错吧 对不对 如果假设你的方法不对 你今天就这样甩三趟 你以为你在干嘛 你不要把这个 当初我们当初是在玩那个赛车一样 这样冲了 冲过去冲了 冲过去冲过去很开心 如果假设你不赚不赔 我算你厉害了 但是如果你今天最高杀低 你今天赔了一百五十点 有凶薄 我讲的是当初 我还不是跟你讲波段 那么恐怖了解吗 那你一定问江老师一个问题 那江老师那好啦 那如果假设我有这个问题的话那怎么办 来我跟你讲 解决的方法 跟运用正确的方法 你真的可以避开 不是运用工具就可以每天都大撞 我不喜欢跟你讲运用工具 我们可以空最低 每天我演给你看 我也会演 来我们看一下 运用正确的方法 请问一下 在这个地方 下一根K棒 9190做多嘛 变成黄K棒的时候 先拉出来嘛 对不对 拉出来之后 变成黄K棒 又再进场一次嘛 尾盘拉到9226 请问一下 这样不是安全下装吗 好不好 我就跟你讲 我们没有转好不好 就安全下装好了 正15点也没有算什么 但是你觉得要赔150点比较OK 还是要正15点安全下装比较OK 你决定 这样了解 你有没有发现这样是都跟你说实话 因为工具它就这么样表现 很多人说 我可以今天找盘的时候 我就看到什么讯号 我就进去做多了 拉上去的时候 我叫我的会员全部出场 然后改做空 然后掉下来的时候又做多 拉上去的时候又把它平仓 我也可以货啊 为什么 我也可以知道说完盘的时候 我这边做多 这边放空 这边做多 这边放空 我也可以啊 问题是什么 正在骗你 了解吗 运用正确的方法 今天的讯号就是正15点 就是正15点 你的方法不对 你今天就是赔150点 你要选哪一种 你决定 昨天已经解决了你过度当冲 过度交易的问题 今天在解决你那边追高杀低的问题 你有没有发现 每天我们散户真的有很多毛病 对不对 所以请你记得一定要把它改掉 还是一句话 如果假设你认为 江老师你的工具蛮两光的 没问题 江老师没有意见 但是你一定要把你的问题解决 你要问A老师 B老师C老师 我都没有意见 问题是你的方法不对的时候 请你推厂观望 就这么简单 江老师真的是在 在引导你 真的不要每天进场去做赔钱的动作 不然的话真的很难过 好 今天当中就讲到这边 另外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我跟你分享过的 什么东西 一月份合约多空双方换仓成本 你已经知道了 对不对 接下来明天我们还有开盘 我们不能忘记了 不能睡过头去 明天还有 江老师还要赚整包 好 第二个我跟你讲 多空加仗的点位 已经不是打在9,112点 已经不是那个数字了 最新的数字在哪边 你一定想知道 对不对 来给你看 答案是打在9,112点 最新多空交战的点位 就是9,1,2 那你一定问我一个问题 江老师 那这个什么时候公布 我等一下会告诉你 我什么时候公布 9,1,2就是最新多空交战的点位 已经不再是9,112点 已经有点远了嘛 现在你打到9,200点 怎么可能还在9,112点 不可能嘛 对不对 所以不要去猜 江老师会告诉你怎么取得 好不好 9,1,2就是最新多空交战的点位 好 另外一个我们可以回过来盘面 现在的K棒的颜色 我必须要直接告诉你好不好 市场永远是对的 既然他真的把它拉上去了 是一个多方趋势 没有错 但是我下了一个标 我要给你一个结论 大盘转为多方趋势 但是是要全力做多吗 我打一个mark 在那边对不对 我打一个问号 question mark 为什么 我还是要必须跟你论述一下我的看法 江老师跟你讲 来 我们看一下大盘的技术分析 这是加群指数 价格的趋势 决定你做多做空的方向 很明显 它是个多方趋势 没有错吧 对不对 已经突破了盘整门 等一下我会给你看K棒的颜色 但是因为量真的升不出来 真的升不出来 那怎么办 因为量升不出来 你就要去放空吗 不是哦 请你记得哦 运用正确的方法 江老师教你的心法是什么 价格的趋势 决定你做多跟做空的方向 其他的因素 只是决定你部位的大小 也就是说什么 还是请你做多 好不好 还是请你做多 但是你可以把你的部位 稍微缩减一点点 因为量真的出不来 否则 一甩来甩去的时候 我可以讲 当你时辰的多单 压进去的时候 哪一天整个反转的时候 你一定舍不得砍掉 你会不敢 不敢 你就开始抠担 抠担如果真的 变成空方趋势的时候 你就跑不掉了 了解哦 所以江老师这里跟你讲明了 今天要表示 透过这30分钟的时间 除了告诉你工序怎么运用以外 还告诉你整个进阶的 一个操作技巧 所以很重要 请你记得 面对这个行情的话 就这么做就可以了 现在已经转成多方趋势 但是请你把你的部位 稍微缩小 不是全力做多 还是要做多 只是把你的部位 稍微缩小一点点 我认为 这样面对这个行情 就可以介绍了 所以说还是可以 偏多思考啦 那江安今天会下 这样子的结论 是不是因为看到筹码 有不寻常的变化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 好像每一天都不寻常 因为外资 真的是不离不弃 最爱台湾的就是他了 真的是这样 答案揭晓 今天又买了27亿 你看 大家都说他去放假 根本就不是 人家很勤劳啦 对 非常非常勤劳 你看 其实是我们自己本身 股民没有信心 真的 股民为什么没有信心 因为政府不给我们信心 真的是这样 外资一直拼命买 然后自营商也买了9亿 所以这样加加减减 总共买差了34亿 虽然数目不算太大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下一个标 叫做中性偏多 这个数字 我们就给他一个中性偏多 买了34亿嘛 你想一件事情 今天只有555亿 就买了34亿 那你觉得 是不是整个比例 就会放大 所以当然要给他一个中性偏多 来看待了 齐渥的部分 偏空操作了308 就把多单 稍微平仓了308口 不多 所以进多单 还有一万口的一个状况 那自营商 已经把空单 全部回补了 改做多了 所以进多单 流仓343口 所以三大法人 进流仓 多单不畏 当然就是偏多思考的 所以很明显 齐渥的部分就偏多了 所以两个筹码都是稍微偏多的一个状况 来我们看选择权的部分 答案揭晓 今天外资偏多操作689口 进空单来到了2万口 然后呢 自营商偏多操作了1300多口 进多单来到了9300 所以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 所以因为 其实口数也不多 因为毕竟它是选择权嘛 所以我们就给它中性看待就好了 没有方向性 就以选择权三大法人的流仓 是没有方向性的 好 那我们看一下Poco Ratio Poco Ratio昨天是1.16 继续的往下掉 掉到1.14了 不过还是大于1 既然它是大于1 那当然我们就给它中性偏多 除非被拉成-31% 表示整个市场散户都在放空的时候 这个趋势一拉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给它下一个标 叫偏多 不过就以现在来讲的话 比较多 当然就是中性偏多来看待就可以了 好 那一样的 照规矩来看 我们还是要看八大光谷行库的部分 八大光谷行库最近怪怪的 为什么 好像有一点同方向 又有一点 一直在那边转弯 一直在那边转弯 昨天三大法人是买超 结果八大光谷行库也是站在买超的一个状况 买超了4.6亿 不过买不多 因为量其实真的出不来 所以它就买一点点而已 买了4.6亿 好 所以 所有的筹码都review过一遍之后 当然我们还是要看K棒的颜色 K棒的颜色还是最重要的 刚刚既然坚然老师跟你讲是多方趋势 那一定是K棒的颜色有转弯 搞不好是这样子 是不是这样 我们来review一下 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请你记得每一天一定要顺势交易好不好 顺势交易有一个前提就是 下一根K棒怎么走 没有人知道 来 这句话有没有很重要 你今天 是不是就被这句话困扰住了 每一次我会跟你讲不要去猜 坚然老师跟你讲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行情要怎么走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去做一个东西叫惯性啊 既然下一根K棒怎么走不知道 我追惯性总可以吧 那K棒的颜色不就是在帮我追惯性的吗 所以请你记得运用颜色管理的概念 红灯 红K棒就请你做多 蓝K棒就请你放空 黄K棒就请你盘整 就这么简单 运用K棒的颜色真的就可以解决到你 不管是过度交易的问题也好 不管是追高杀低的问题也好 请问一下我是不是都用K棒的颜色帮你解决的 我有用其他的红环吗 没有嘛对不对 所以我们赶快看一下 大盘的日线期的K棒 是不是属于红色的多方趋势 今天最后一盘给它拉出去了 答案揭晓 是的 真的是拌坏 但是也不能这么说啦 毕竟它也是涨了55点 昨天跌了27 今天涨了55 等于把昨天的跌点完了之后又涨了一倍上去 所以基本上来讲 K棒的颜色转成红色的K棒 那当然就是要想怎么样 多方趋势了 你明天可以换领带了 对明天换领带了 不要故意的 面对这个行情的话 是多方趋势的时候 不要忘记喔 因为现在大盘没有量 不是十层多单的时候 但是还是要做多 但是不可以去做空喔 请你记得 面对这个大盘 就这么解就可以了 所以每一天 江老师都跟你说实话 运用K棒的颜色 真的可以帮助你判断多空 对 所以说在这个大盘的K棒颜色 已经是变成红K棒了 也希望大家在思考上面 也要开始慢慢的 观念改变一下了 那大盘都已经变颜色了 那在个别股的一个部分呢 有没有一些强势股 今天帮我们点一下吧 好的 今天只跟你讲强势股 为什么 因为大盘已经转成多方趋势了 所以弱势股就不帮你追踪了 除非它要转成盘整盘 了解喔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建安老师每一天跟你讲的 昨天都跟你讲 已经跟你讲很多天了 你有没有发现 你就是不理我 你就不相信工具 结果咧 答案揭晓 又创新高了 何妄 你一定想说 建安老师 他到底在操什么题材 我这么说好了 如果假设你去看他的营收 你根本就买不下去 一个营建股 何妄 那我客人去啊 对吧 那你就觉得到底在涨什么 我跟你讲 把握一个原则 股票会涨 就是用钱堆 一定有人去买他 他股票他才会涨上去 他不是混混啊 什么意思 他不会这样 凭空就从这个44块 一路涨到62块 一定是有人一直堆他 一直堆他 一直堆他 至于堆他的理由 是不是重点 不是重点 我知道他在操什么题材 你去他的官方网 好难念喔 官方的网站 你去看一下 官方网站 你去他的网站看一下 就是因为他有拿到一个执照嘛 就是美国鼠地啊 是天宁岛一个鼠地啊 什么鼠地 做了干嘛 就是赌场的那个执照 叫警就着了 那不是重点 重点是什么 价格的趋势 决定多空的方向 一路都拉上去 我已经跟你讲多久了 已经快要讲三个礼拜了 你知道吗 就这么简单 就一直往上拉 你就给他放着不就好了吗 除非他变其他的颜色 就这么简单 这样了解喔 好 要做就做最强的 请你记得把握这个原则 来 先锋是不是还是强势股啊 是的 6409的 蓄准是不是还是强势股 是的 来 2383的台光电 是不是强势股 来 最后一档 bonus 你是不是以为 0061 贾安老师很久没有跟你追踪 啊 这个落差了 一定变蓝K棒 贾安老师不讲了 我跟你讲 你看了之后你就知道 为什么我跟你讲真的 我不跟你追踪了 不是因为他变蓝K棒 是因为你没有工具 我就是要让你体会一下 当你没有工具的时候 你就知道 你是不是被洗掉了 对不对 而且你会想一个问题 如果上证 从3100跌到2800的时候 我要进场 Gay哥真的跌到2800的时候 你有没有进场 没有 好 涨到3100的时候 只要他跌到2900 我就要进场 请问一下你有没有进场 还是没有进场 但是如果你运用工具 0061告诉你什么 请问一下哪一根K棒 告诉你是蓝K棒 没有吧 那请问一下 是不是就是多方趋势 如果是个多方趋势 你应该怎么做 就爆了 我就好啦 了解了 所以运用K棒的颜色 是不是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你就喜欢黑白穹 明明就是个强势股 你就是跑来跑去的 跑来跑去真的会比较会赚 你不要骗我了 你不要相信那些老师 现在是区间整理盘 逢高空逢低街 每天都在做价差 如果那么厉害 就自己做就好了 这样了解 不要这么相信 这么容易清晰那种逻辑 我跟你讲真的 所以面对这个行情的时候 真的 如果假设你的方法不对 请你一定要换掉 运用K棒的颜色 不管是做股票也好 不管是做当冲也好 今天一开始的时候 就跟你讲股票怎么做 005505的合望 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 另外你做当冲 如果你有过度交易 或是最高杀地 运用K棒的颜色 是不是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了 所以当你的方法不对的时候 怎么办 千万不要放弃 我跟你说真的 千万不要放弃 我从明天开始 我要退出股坛好了 退出奇坛好了 不要这样子想啦 投资理财是一辈子的事情 你今天不解决这个问题 永远你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一辈子的问题 投资理财 难道你永远一辈子都不要投资理财 要吧 对不对 所以你的方法不对怎么办 换掉而已 现在老师跟你讲 就是因为你的基本功夫 学不会 胜负的关键就是基本功 你不要把它想的太困难 以为要学什么 开盘八法 葛兰碧八大法则 什么挖歌 什么挖歌的技术分析 没有那种东西好不好 今天老师只跟你讲K棒的颜色 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了 你为什么要想那么多了 了解 所以基本功是什么 一样的运用天然的最好 简单的最好 真的把K棒颜色准备好 不就得了吗 剩下的就请你把周期固定 什么颜色 就做什么动作 这样就好了 这样有处理吗 有吗 好 那这时候你又问一个问题 好啦 简安老师我被你说服了 问题是我没有K棒颜色那怎么办 简安老师教你好不好 就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好不好 就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 台北台中高雄这三场免费的活动 明天有开盘哦 不要忘记了 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 台北台中高雄这三场免费的活动 要跟大家分享什么东西 总共有四个资讯 第一个 迎接摩台结算后的大行情 我相信大家应该有闻得到了 第二个 如何改变大赔小赚的操作模式 第三个 怎么样长报波段赚钱单子 很明显的啊 就像何旺不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吗 你就抱不住啊 小型强势股到底要怎么操作 很明显的 你就是因为看了太多的基本面 所以5505的何旺你根本买不下去了 我会教你怎么做 很简单 港欧一点管 攻破就没有特别人了 问题是你要有人帮你点破啊 要不要点破 就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哦 台北台中高雄这三场免费的活动 除了刚刚那四样东西要跟你分享一下 以外还有两个最重要的 刚刚是不是有跟你讲 什么 多空交战的点位 如果假设你有来到 活动的场合的话 建安老师会告诉你 多空交战的点位打在哪个地方 不要去猜 不是9112了 已经不是912 这个数字已经打在上方了 所以911差几到底在哪边 建安老师会告诉你 而且会告诉你怎么运用 第二个 摩台多空成本为什么那么样的重要 建安老师也会在台北台中高雄这三场免费的活动 跟大家分享 所以 重点是什么 广告的时间注意一下广告的讯息 我相信一定对大家很有帮助 对 那就把时间留给大家先进广告 马上回来 2015年行情正要开始 运用工具当个旗鼓达人 全面量化与您有约 12月27号台北 12月28号台中高雄 02 2506 6808 02 2506 6808 年终转好康 换床趁现在 来床的世界 就床换新床 最多限折2万元 美国院装西梦斯 月付1380 床的世界电动按摩调整床 月付2800 每个兰特恒文床 月付2380 还有买到专到加加够 请来床的世界 吊色 毛躁 脆弱 头发染后出问题 你需要专业的染法修护方程式 Doctor's Formula 横彩固色喜润修护系列 Doctor's Formula 来自长庚专业团队 染法第一步 从染前头皮隔离液开始 夢想该有多大 要比你的对手大 要比你的眼界大 还要比你的极限大 要追梦就要玩大一点 大尺寸Aspire V Nitro 搭载Intel Core处理器系列 经验无比的效能 首选Intel Insight Acer 年终正好康 换床趁现在 来床的世界 就床换清床 最多限制2万元 美国院装西梦斯 越付1380 床的世界电动按摩 调整床 越付2800 每个蓝特很稳床 越付2380 还有买到专到夹夹够 请来床的世界 哎呦 野蛮香味稳得到 哎呦 大力野蛮看得到 哎呦 健康野蛮吃得到 哎呦 不换整理大野蛮 哎呦 山石鲜味好富足 哎呦 鲜筋 船尾好健康 哎呦 快快 叫低胆固船 哎呦 野蛮祝你快快 哦 牛肉眼麦中 怎麼這麼好吃 哇 2015年行情正要開始 運用工具 當個旗鼓達人 全面量化 與您有約 12月27號台北 12月28號台中高雄 02 2506 6808 02 2506 6808 02 2506 6808 好歡迎回來 接下來看怎麼當充 好的 今天老師教你怎麼當充 盤整盤 用15分鐘的K棒 順勢盤 用10分鐘的K棒 那盤整盤一定要是黃色 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台子騎的15分鐘的K棒 告訴我什麼 來開盤在這邊 收盤在這邊 所以啦很明顯的 盤中有變成盤整盤 但是壓力 9213沒有碰到 9167也沒有碰到 所以在這個地方 就變成一個多單 多單是不是在9201 進場做多啊 一路拉到9226的時候 是不是賺了二十幾點的價差 對不對 好那一樣的 我們來看一下 前半段的一個順勢盤 不要忘記了 來 這是台子騎的10分鐘的K棒 來 開盤的時候在這邊 下一根開盤價要做多嘛 是不是9190做多 拉出去的時候大家很開心 沒關係 市場也是對的 拉回來 你就在9184平倉就好啦 一樣的尾巴 這邊是不是順勢單 也可以做得到 所以今天是不是運用後面的賺錢的 去Cover掉前面小賠的一個狀況 今天是不是小賺15點 安全下樁 你覺得安全下樁比較OK 還是你要那邊追高殺低賠150點比較OK 今天要老師跟你講好不好 你就是因為你的方法 你的方法不對 你的工具不對 根本就沒有辦法告訴你 你到底要做多還是要做盤整還是要做順勢 不知道 來我給你看一張圖喔 左邊是你使用的工具 右邊是姊安老師所使用的工具 這是台子騎的15分鐘的對照圖 所以你可以告訴我嗎 左邊可以分辨盤式嗎 不行 尤其是一根K棒一根K棒開出來的時候 左邊你告訴我要做多做空 不要騙我的 只能用拆的 但是右邊呢 明明白白就跟你講 偏多思考偏多操作 因為它是紅K棒 左邊你還在那邊亂拆 還在那邊看什麼價量分析 還在那邊看全值股 還在那邊看電子類股 對不對 看一大堆有的沒有的的數字 結果呢 不好意思 當你確定要做多的時候 行情已經噴出來了 這樣了解嗎 所以面對行情 江老師跟你講真的 用最簡單的就好了 不要想那麼多 你相信江老師 也許你會覺得說 近前有沒有 人家跟我說要學那個 要學這個 要學這個 你學了一百項 真的有賺到錢嗎 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你想一下 你以前在開始做期貨 跟做股票的時候 什麼都不懂 結果你竟然賺錢 結果當你什麼都開始懂的時候 EPS也懂 MOM YOY 什麼都懂 月營收什麼都比別人家懂 結果你真的有賺到錢嗎 不要騙我了 如果你有賺到錢 你就不會看電視了 對不對 江老師沒講錯對不對 所以你的方法不對 就請你換掉 你要不要換K棒的顏色 我無所謂 江老師跟你講 我無所謂 但是你的方法不對的時候 就一定要拿掉 不然你還有多少的錢可以賠 難道你要賠光光的時候才開心嗎 了解 所以江老師真的是站在你的角度 去跟你分享 所以如果假設你在操作期貨 怎麼操作 怎麼不順的 還是把握一個原則 其實真的 只是因為你的基本功沒有做好 真的是這樣 基本功 什麼叫基本功 就是因為你沒有辦法辨別多空 所以請你好好的運用天然的最好 簡單的最好 把K棒的顏色準備好 再把操作周期固定 剩下的它只要出現黃K棒 逢高空 逢低階 出現黃K棒 做多用追的 出現藍K棒 做空用追的 這樣不就好了嗎 這不就是基本功嗎 請問一下 你有沒有很難 沒有很難對不對 所以如果假設你覺得 江老師這個方法感覺好像不錯對不對 我跟你分享一個活動好不好 建阿老師教你 面對行情 沒有什麼緊張的 了解嗎 所以我跟你講 禮拜六禮拜天台北 台中高雄 有三場免費的活動 要跟你資訊分享一下 總共要分享這四個資訊 第一個 迎接摩台結算後的大行情 第二個 如何改變大賠小賺的操作模式 你有沒有發現 建阿老師工具都是大賺小賠 結果你都大賠小賺 難怪你會得退路 第三個 如何長報波段賺錢單 第四個 小型強勢股如何操作 所以禮拜六禮拜天台北台中高雄 這三場免費的活動很重要 除了這個很重要以外 建阿老師要跟你分享一下 摩台多空成本的重要性 我還要告訴你 絕學籌碼多空加賞的點位 打在哪個地方 重不重要 很重要對不對 所以等一下廣告的時間 好好注意一下 廣告裡面的訊息 相信對你一定很有幫助 對 好 謝謝建阿老師我們帶來最及時的分析 那期愛論壇也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會持續的為大家來掌握一下 到底在大盤趨勢的部分 接下來會如何發展 尤其在大盤日線級K棒的顏色 今天已經正式的從原本的黃色 變成了紅K棒 是不是大家在操作上面 要慢慢的轉彎了呢 在後續我們都會持續的為大家 一起來做個追蹤 那也提醒大家 明天星期六 雖然說各個國家的股票市場 都是放假一天的 但是台灣的投資人還是要上半歲 也請明天您持續鎖定 感謝你收看 我們再會